大家好我是陈岳 我们之前的节目里谈了中国11月份的经济数据 这个恢复的情况 那么以及呢中国的疫情控制的情况等等 那么但是呢就在此刻 现在整个欧洲和美国呢 他是说这个依旧呢陷入在这个新冠疫情的泥潭里面 美国单日新增超过40万人 这个数字呢非常的吓人 而今天呢我们将把整个的视角呢放在欧洲 英国公布的新病毒株的这样一个变种 那么它的传播能力增强70% 而且已经从英国往欧洲和全球进行了扩散 现在的伦敦30万人逃离 整个的欧洲都陷入了恐慌之中 我们今天来关注欧洲这一波的新冠病毒的 新病毒毒株的这样一个情况 以及呢这个啊这个传统的我们说西方的欧洲这些发达地区呢 他所面临的这这些这个挑战 特别是我们看到英国脱欧 然后呢北约与俄罗斯在欧洲附近的军事对抗 包括呢欧洲的难民呀恐怖袭击呀等等 乃至整个欧洲的经济出现的一个普遍性的衰退等等的这样困难的议题 可以说我们说传统上非常发达的这个先进的欧洲地区呢 也面临着众多的这个困难 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 中欧之间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欧投资这个协定的相关谈判工作 那么这个协定呢应该说是对中欧双方都非常的重要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如果协定成功的签署 那么这样一个协定它的战略价值 以不亚于这个前段时间刚刚签署的RCEP的协定 而对于欧洲来说 其本身所面临的诸多经济社会各种发展的问题呢 似乎未来的发展的答案在于 它如何共享与中国的合作 来共享呢中国快速发展的这样一个好处 但是就在中欧投资协定频频传出好消息的时候呢 欧洲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 欧洲媒体和社会人士在激变在争论 为这个这个我们从中国观察 整个欧洲它目前的发展的情况 以及社会意识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视角 我们今天呢也会来从中欧投资协定来看 欧洲局势的一个后续发展的一个走向 先来看看英国新病毒株失控的事情 那么根据英国天空新闻网12月20日的报道呢 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在12月19日 谈到当前英国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表示 发现了一种新的这个病毒株的变种 那么目前呢已经失去控制 那么这个是来自于英国官方卫生主管部门的话 可以说呢是严谨的科学的 也代表了目前英国的疫情情况之严重 那么英国官员说 这种变种的新的病毒株的传播能力 比原有的呢这个变种呢是高出70% 那现在我们知道在原来的这个新冠病毒呢 也已经让整个欧洲整个美国地区呢 是搞的是这个乌天乌地的对吧 乱七八糟 疫情控制呢非常不利 然后呢出现了大量的确诊和死亡病例 那现在呢原来老的还没控制住 那新的又出来了对吧 这新的呢又搞一个传播力高出70% 简直是快增加一倍的情况 我真的不知道呢 欧洲地区和美国地区呢该如何来应对 而目前呢 这个英国方面的要宣称 英国政府对外表示说 我们必须对这个事情呢 进行一个严格的控制 而且要立刻采取负责任的这个行动 此外对于英国政府宣布 这个英国首都伦敦等地区呢 它的新冠疫情防控级别 会提升到最高等级第四级 那么不少的英国民众呢 就怎么样呀 就开始逃离 然后呢抢着在分城之前呢 用私家车也好 什么坐飞机的呀 坐火车的呢等等 那么要离开伦敦 有人说现在的伦敦呢 就是一个死城啊 那我看到网上相关的视频和图片呢 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在中国春节的时候 大年三十晚上 或者大年初一 大年初二的时候 对吧 我们说一线大城市 因为好多外地 外地来这个 来一线城市里面工作 学习的各种呢 那么因为春节都离开了 我们如果在过年 在大城市过过的呢 这个都有这个印象 对吧 过年前几天啊 后面还好 到初四以后 慢慢人就多了 那么特别是年三十 初一初二的时候 那大街上人很少 车也很少 基本不堵车啊 应该就是不会堵车 除非出交通事故 啊 那么现在的伦敦呢 就是这个情况 我们还看到网上面相关的视频和照片显示呢 无论在火车站 这个这个 还有高速公路上 高速公路上呢 很多车 但是在火车站之内呢 在机场里面呢 大量的人群拥挤在一起 我看了里面戴口罩的人 应该不超过百分之三十 也就意味着绝大部分的人 根本没有戴口罩 啊 可以说呢 这个英国的防控呢 它代表了英国西方 包括欧洲 包括美国呢 失败 为什么这么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 就是里面基本的 基本的 基本的 事情都没有做到 对吧 那里面戴口罩 请洗手 这个在公共卫生领域来说呢 已经是一个非常科学的 非常基础的 这个对抗一些传染疾病的一些做法 但是都没有做到 那我们看到呢 现在的这个情况呢 就是说 英国呢 反正就是比较混乱了 那就是很多人就要离开 要逃开这个伦敦 那么英国的记者呢 就对这个事情呢 做了很多的报道 包括的机场火车站 拍了下了很多画面 那么人们呢 在这个伦敦的 圣潘克拉斯的这个火车站呢 聚集 对吧 准备坐火车离开 那这种呢 不同人群的一个重新 重组聚到一起 那么无疑呢 就是新冠病毒携带者的大混合 那么列车上坐满了人 对吧 根本也不戴口罩 根本也不可能保持 什么所谓的社交距离 那么这个是英国所发生的事情 新的病毒传播力非常高 然后呢 防空等级调到最高 然后伦敦的30万人逃离 然后大家又不戴口罩 聚集在一起 情况看起来非常严重 但是我们都知道 欧洲的人员流动是非常密切的 那么英国如此 对吧 爆发这样新的病毒 那你想 在其他国家 德国 法国 意大利等等 多个欧洲国家呢 就立刻宣布 暂停英国的航班 来飞到这些国家 就是要阻断你的往来了 那么德国20日号的时候表示 欧盟轮值主席国 德国 对吧 周一 也就是21日 将召集 欧盟代表召开一个紧急会议 要来讨论如何协调应对 这样一个这个新的 这样一个病毒株的 带来的防控压力 那么英国首相办公室发言人呢 也表示英国首相 约翰逊将以周一21日 主持召开紧急应对会议 来讨论国际旅行的问题 那么特别呢 提出了就是说 英国的货运的问题 因为这一部分呢 也涉及到他的经济 和这个包括制造业啊 贸易的发展 目前呢 我们看到法国方面呢 对英国的这样一个货运呢 也提出了限制 并且禁止 所有来自英国的乘客 通过任何交通工具 进入法国 也就意味着呢 对于法国来说呢 这个英国 对于英国来说呢 法国已经相当于 封锁国境了 那么你就过不来了 法国交通部长呢 对外也表示呢 从英国进入法国的货物运输 要暂停48小时 可能后续还要再看 对吧 就担心你的货物 是不是携带病毒 路透社报道呢 世界卫生组织 WHO在20号的时候呢 也对外表示 那么世卫组织呢 正在就这样一个新冠病毒 新的病毒株的变种 与英国的这些科研人员 医务人员呢 进行密切接触 并且建议人们呢 一定要高度警惕 这样一种新病毒的传播 世卫组织的方面呢 声称啊 我们正在与英国方面 来分析他们的相关的信息啊 等等等等吧 那我想呢 从世卫组织这个 这样一个全球公共卫生 合作组织的角度来说呢 很多时候呢 会提出这样一个这个公共卫生的一些预防的建议 科学的指导 或者是一些指引的手册 但是我想强调的是 如果老百姓都不执行 对吧 我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最基础的公共卫生的这个防范 如果都没有按照这个指导意见 来进行一个基本的工作 亲洗手戴口罩这些的话 那么我认为想把它这个大流行 把它给这个控制住呢 我看是相当的困难 那么这一次英国的新变种病毒 所引发的整个欧洲地区的恐慌 最终会引发多大范围内的病毒大流行呢 现在坦白说不是很特别的确定 那么特别是对于欧洲以外的地区的影响呢 还难以评估 不过我想呢 英国的事情呢 再次为松懈的这样的一种防疫的国家 提出了一个严重的警告 在这么这个不戴口罩 不严格自主管理的放任下去呢 那么想把整个疫情控制住 看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那更不要说在这种情况下 还要什么发展经济啊什么的 对吧 都逃离伦敦了 对吧 都已经都该逃难了 怎么发展经济呢 是非常困难 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 对于欧洲的整个的 包括美国的这样疫情防控 我不能说这个 反正肯定不成功 对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很失败了啊 反正肯定是不成功的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呢 我就看到了一位德国的记者 他所撰写的一个文章 那么在这个文章里面呢 这位德国记者呢 就呼吁 西方国家要赶紧向亚洲国家学习 我想呢 也是正是因为 所谓事实胜于雄变 就像这个小平同志以前说过啊 这个花猫 什么黑猫白猫啊 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对吧 那咱们看 怎么样呢 能够这个让老百姓受到的影响最少 我觉得这个事情最终看结果 讲一堆道理没有用 对吧 那么所以呢 我们看到德国的记者呢 就要呼吁 要放下身段 要赶紧向亚洲学习 那么疫情之中 保护生命 让这些就少一点的人死去 比保卫什么数据隐私呢 更加的重要 那么他当然讲的这个数据隐私呢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像我们在国内呢 基本上去哪里 有的时候要去出示我们的 就是健康码 就是一个二维码 那么这个二维码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就是根据 你有没有出现在这些高风险地区 这个是非常科学的 非常科学 那基本上如果你没有出现在高风险地区 也没 就是只是在低风险 就是说 你没有跟他有相应的接触 理论上你就不太可能 会得到这些病毒 对吧 除非说有一些 你接触到的这个系统里面 没有追踪 或者没有检测出来 所以你看中国现在在做的事情是 任何一个地方 一旦出现一些 疫情就散发性的 一个两个这样子 立刻对他周边的大范围内的 这个进行筛解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我必须 哪怕只有一个漏网之鱼 我必须要把它筛出来 筛出来之后呢 我再通过把某一个签订 在一个中风险地区 高风险地区 全体好之后呢 那么我就可以用这种科学的 数据的防控了 来进行这个追踪 这个呢 对于后续的这个防控的 帮助呢 是比较大的 当然了 你说大范围的筛减 对这个区块内的老百姓也好 或者是社会上的 这个经济活动呢 肯定会造成影响 但是我们说 这个东方的国家呢 很多时候呢 他的文化特征 就是更加考虑集体的利益 更加考虑大部分人的利益 而不是呢 我非常在乎我自己 对吧 我不管你 反正我就要怎么样 那个呢 更加的个人主义 西方会有这样一个特点 我们看到 德国之声的记者就认为呢 德国要必须放弃 他的这种傲慢 因为呢 依托在数字化问题上的 这种双重标准 和机械的数据保护 并不能够战胜疫情 德国的今年的冬季 新冠感染人数 不断的上升 而实验室的检测结果 依然在陆续的通过传真 来传到这个卫生机构 德国民众正忙着进行 所谓的圣诞购物 那么这个场景呢 并非虚构 而是现实 体现了德国数字化的落后 而且也表明 在新冠疫情整个期间呢 数字技术的落后 和机械性的 所谓的数据保护呢 都会对生命造成威胁 那么目前德国因为 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呢 已经超过2.5万人 那么韩国的死亡人数呢 不到700人 所以数据化的防御措施 可以挽救生命 那么我们看到 这位德国记者呢 他特别引述 像韩国和新加坡的例子 事实上呢 在整个亚洲地区呢 这一次的防控里面呢 就体现出了 一个是集体主义 第二个是老百姓呢 是比较的遵守 公共卫生的这个意识 你无论用什么样的 这个防控的这个方法 那么如果老百姓 都不听话 对吧 整天都是 也不是说听谁话 不听谁话了 就大家要有这个意识 对吧 就是说为自己也是为大家 你包括现在 你如果感冒 像包括今年 在医院里面 小朋友的流感呀 得一般感冒的概率都降低了 因为大家戴口罩呀 反正就是或者是呢 不要去过多的人员的这个聚集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看到这个 这位德国记者呢 他就去拿亚洲呢 和德国呢 去做这个对比 那当然因为他是德国记者 所以他举的是德国的例子 但事实上呢 德国的情况呢 你放在欧洲地区 什么法国英国 意大利亚都一样 对吧 情况都一样 那么你放在美国呢 也都一样 那美国更严重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有一个川普 他搞民粹 他鼓励老百姓 你不要戴口罩 鼓励老百姓要聚集 鼓励老百姓说 这个我们 我们这个 这个病毒呢 没事 不要紧 没有问题 对吧 这都是谎言 所以呢 美国更加的民粹 他不仅呢 这个没有科学防疫 而且呢 他在还有很多的政治和意识 意识形态的因素 放在里面 那么这个情况呢 就引发了整个欧洲地区啊 美国地区呢 如此的严重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 这位德国记者呢 因为他是德国人嘛 所以他就可能讲德国 讲的比较多 那么他就认为呢 这个韩国 新加坡等等的 这些亚洲国家 非常好的展示了 这个数据防控的优势 那中国呢 在这方面呢 其实也更不用说 我前面说了健康码的 这样一个作用 那基本上呢 已经控制住了疫情 韩国呢 有5200万居民 那么根据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 统计数据呢 从疫情以来 韩国一共有 47500多人的 这个感染 那么截止到 12月18日呢 德国已经接近 150万人感染 而进行隔离 然后呢 履行这种戴口罩的 义务 以及数字化的监控 这就是以中国为首的 亚洲国家 成功的秘诀 那么新加坡规定 每天都必须 将自己的个人数据 要输入到 国家监测的 这样一个程序 德国医生协会的主席 泰切特呢 就抱怨说 在德国 就连卫生局 也无法获得 政府的新冠APP 上面的数据 那么卫生局 都搞不清楚 你知道怎么防控 对不对 那么 这个德国呢 目前正处在疫情当中 而德国的很多 公共卫生部门 居然还没有采用 所谓的数据化的 数字化的防控体系 于此同时 每天却都有 数百万德国人 将自己的数据 免费提供给 Facebook Amazon 对吧 然后Instagram 以及Twitter 等网络巨头 那对于德国的 新冠预警 APP 不屑一顾 那么这就是 欧洲人对于 数字化体系的 双重标准 一边讨论 所谓的数据保护 一边看着整个国家 陷入封锁 然后数百万人的 生计被摧毁 你说 你到底在保护什么 对吧 那么你有没有 你保护了某一个人 你看几百万人 受到影响 更不要说那些 失去生命的老百姓 因为限制社交 使用这个数以百万计 的人陷入 使得数以百万计 的人陷入到这样一种 孤立无援的地带 被迫限制自由 拎整个一代人的 未来的计划搁浅 与此同时 还在激烈的捍卫 所谓的个人数据保护 等等 那么这也是 这些国家的一个现状 当德国等国家 在春季 就已经强制要求 戴口罩的时候 德国的科学家们 还在不约而同的 怀疑戴口罩的保护功能 而中国对德国 提供了大批量的口罩 德国正在为这种傲慢 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根据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 所谓的经合组织 就是OECD 它的统计数据 预计2020年 德国经济将萎缩5.5% 而在韩国等国家 经济和社会生活 已经基本恢复正常 商店和餐馆都在营业 预计2020年 韩国整个的GDP 仅仅下降1% 而其他的亚洲地区的经济体 其实表现的整体情况 都比欧洲 比美国要好很多 所以德国之声记者 呼吁德国不能再傲慢自大下去 那么德国必须告别 将欧洲视为中心 以及自以为是的这样的态度 必须吸取疫情的这种教训 这就包括整个健康保护 要优于所谓的数据保护 对吧 人命关天 这是中国人经常说的 人命大于一切 对吧 光是呼吁人们 要担负起个人责任 并不能保护人的这个生命 无视新冠疫情者的这些错误言论 并不是言论自由的象征 而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那么我们看到德国之声的 这个记者的报道 也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 这位记者在提到亚洲的时候 出于一种政治正确 他是很少提中国的 因为他一说中国防空不错 那么这一点就会惹恼一些 政客和所谓的专家 而是一直在称赞韩国 那么其实呢 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 包括东南亚 那么在这次疫情抗疫的表现呢 是比较成功的地区 如果德国和欧洲国家 不承认这点 并且拒绝向亚洲的 这个做法学习的话 那么抗疫这条路呢 未来可能还会继续的失败 其实和这位德国之声的记者呢 在文章中所展现出来的 政治正确的看法 那么类似呢 目前的在欧洲和美国呢 也是非常的普遍 对吧 那就是涉及到 和中国的这种合作呀 那么通常都会面临更多的审查和阻力 即便是呢 这样的合作 对于双方都是互利共赢的 那么比如说 像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 中欧这个投资协定的谈判事宜 那么最近 关于这个谈判的好消息呢 是比较多 中欧之间呢 在各自的领域 也都互相做了妥协和退让 因为呢 这个协定的签署 就是对中欧双方都有利 但是目前却在欧洲呢 引发了一些这个激变和争论 因为目前德国是欧盟的轮值主席国 我们就看到了德国媒体批评欧洲操之过急 那么历时七年的这样一个中欧投资协定呢 有机会在2020年的年底之前出现突破 说实话呢 时间也只有一周的时间了 那么德国媒体在12月19号就认为呢 在美国政府换届之前达成这个协议呢 会影响跨大西洋的这样一个关系 也就是所谓的美欧之间的关系 好像呢 这种感觉就像是在这个拜登的背后呢 放冷枪一样 对吧 是不是说好了拜登上台 欧洲和美国之间重新签手 重新合作 但是没有想到还有拜登这个还没有上台 结果呢和中国之间就签手了如此重大的协定 那么德国媒体就认为 这会削弱欧洲对中国谈判的这样一个地位 也会向中国传达了一些这个错误的信息 认为呢 当然这是德国媒体的看法了 他觉得呢 中国在这个嘲弄西方 欧洲呢还在给予中国奖励啊 等等 但其实这种看法呢 我认为根本不成立 因为本身而言 中欧投资协定对欧洲未来而言 进入中国市场来共享中国发展带来的好处 他们是非常非常求之不得的啊 所以非常想要的 所以所谓的欧洲给中国奖励呢 这种看法呢 也是非常的本位主义啊 非常的以自我为中心 就觉得呢 跟谁签协定都是他 他好像在这个别人求的他 其实呢 这种协定都是互利共赢的啊 那么德国的世界报在12月19号呢 也发表评论就指出 如今的西方呢 及其价值观 与中国正处在这个冷战以来 前所未有的所谓的制度性竞争之中 啊 在华盛顿政权交接之前呢 欧盟却缔结类似于单独讲和的这种协定 无疑削弱了欧洲的谈判地位 而这呢 正是中国想从欧洲身上所得到的 那么这也向各方传递的错误的信号 在美国面临暴露自身的这种 啊 在美国面前暴露了自身的这种不可靠 那么中国呢 则获得鼓舞啊 这种这种德国媒体的这种看法呢 和前面我们所说的本位主义以自我为中心啊 这样一种看这样一种这个心态呢 是非常的这个一致的啊 非常相关的 那么德国的南德意志报 这个标题呢 叫做操之过急啊 直接呢点出认为中欧此时 如果达成投资协定呢 将会给北京送出一个致命的错误信号 那么北京正在对欧洲的伙伴施压 在华盛顿即将进行权力交接之前呢 站队 那么布鲁塞尔呢 容忍柏林的这样一个煽动 是一个错误啊 等等等等 那么当然了 这些呢是一种看法 对吧 就是所谓的持这个协定呢 持一种负面的看法 那么也有对这个协定呢 持正面这个看法态度的 那么德国之声12月18号就报道认为呢 长期以来欧盟一直要求 在中国获得更多的市场准入 那个为此呢 与北京的拉锯战 已经进入了一个最后的冲刺阶段 欧洲中国商会官员 在谈到整个协议进展的时候表示 非常有望在未来的几天之内 达成一项政治协议 对于欧洲企业来说呢 这个投资协定呢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个理想的协定将有助于改善欧洲的公司 进入世界增长最快的市场的机会 那么欧洲中国商会的主席 伍特克呢 向德新社表示 两个主要的经济大国之间的市场准入 应该是按照正常的做法 保持某种平等 而不是呢 不平衡 而在这方面呢 这个协议几乎没有革命性 欧盟方面的态度呢 仍然是 机不可失事不再来 那么德国之声提到呢 欧盟驻北京的一位高级外交官呢 也表示 对这个协议在年底之前达成了充满信心 而在这一点上呢 中国方面呢 其实一直保持了对这个谈判 这个协定的一个正面的看法 正面的态度 坦白的说呢 对吧 美国一直想围堵中国 从贸易战到科技战 这个呢 世人皆知 对吧 也不用藏着业着 那么欧洲呢 会是一个重点 谁能够争取到欧洲 谁能够在未来和欧洲展开更多的合作呢 可以说 谁在一定程度上就能把握主动权 所以呢 中国在这个时刻呢 正好也是在推进进一步深化 所谓的改革开放 这样一个策略 那么对内呢 实行更多的深层次的改革 对外呢 来进行更多的开放 那么在这样的改革 深入改革和这个继续扩大开放的过程中 来让中国呢 与世界呢 有更好的融合 有更多的合作 也有更多的互利 对吧 所以呢 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呢 那么我个人也认为呢 如果两边 不管是欧洲 或者是中国 两边 如果都有心 能够希望在年底之前 达到这个协定的话呢 那么 我认为这个事情呢 就是有机会的 虽然呢 欧洲的有些媒体呢 我们也都知道 但凡涉及到与中国的合作呢 欧洲媒体呢 很多时候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批评 就搞事情呢 这个很在行 对吧 那么在这一次中欧投资协定呢 将会是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爆发贸易战背景之下 达成的非常重要的协定 如果中欧投资协定达成 那么对于美国和刚刚脱欧的英国来说 可以说是无谓杂成 不清楚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2月17号的一个报道 那么这表明呢 尽管欧盟正在恢复与美国的关系 但是他在努力与中国建立战略关系 双方的这个官员表示 尽管新冠危机造成干扰 但是协定即将达成的可能性呢 是正在增加的 那么欧盟官员说法呢 这个中国政府在市场转入这一个重要领域呢 转变为谈判 这个转变 这个转变态度呢 为整个谈判 这个进程呢 提供了更多的动力 那么报道说欧盟长期以来呢 是非常渴望达成一项 扩大欧盟的企业 在中国市场转入的这个协定 双方去年呢 一致同意相关协定 应该在2020年底之前呢 达成 对于双方来说呢 签署这个协定 都是对各自都是一个重大的外交突破 那么这个协定呢 将与美国当选总统拜登 就任几周前签署完成 那么在特朗普政府造成了 这个紧张关系之后 拜登政府呢 有这个有可能来促进 跨大西洋贸易关系的改善 中国驻欧盟的使团的团长张明 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 谈判目前正在处于最终的阶段 双方都在努力实现 今年年底之前结束谈判的目标 根据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表示呢 那么这个协定呢 将促进欧洲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方式呢 这个是在各行各业 正式确立相关的规定 要消除或者减少呢 各种这个市场合作的壁垒 其实这一点呢 也是中国所需要的 所这个希望达成的 那么报道称呢 这项潜在的协定是欧盟对于中国 更广泛的三管旗下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 那么该战略呢 将中国定位为经济竞争对手 和系统性竞争对手 这样一种看法 同时也是某些领域的合作伙伴 报道还称呢 中国在谈判中的目标包括 获得对欧盟一部分经济领域 尤其是能源行业投资的权利 也就是呢 这个 即便欧洲对外对外资 所有权越来越敏感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中国也希望能够达成 另据这个香港南华早报网站 在12月18号对这个事情呢 也谈到了 一位布鲁塞尔的高级外交人员 这个对南华早报说呢 欧盟的原则上 与中国达成这样一个投资协定 那么这个事情呢 将是北京在面临 与美国关系破裂背景之下的一次 重大的外交胜利 另外一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说呢 欧盟最有影响力的两位领导人 德国的总理默克尔 和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呢 已经同意了要推进这个协定 目前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德国宣布 欧盟27国的代表将在18日 讨论与中国的投资协定 那么报道说呢 这个中国与欧盟之间 这一个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举动 正值拜登即将成为美国总统的时候 这打击了拜登 这个重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 对以对抗中国的这个希望 那么随着中国同意向欧洲企业 给予更多的这个行业开放 行业准入啊等等 那么相关的负责谈判的欧盟委员会呢 就认为呢 这个事情呢 是取得了突破的 当然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对吧 欧盟呢也同意 在这个新能源领域啊 清洁能源领域啊 向中国投资者呢 进一步的开放 那么欧盟和中国的投资谈判 还正在密集的进行 那我想呢 很多领域取得进展啊 这是可以预期的 但是呢 认为一切就这么样的顺利啊 认为呢就好像马上就要签协议了 中间没有困难了 我觉得呢 这个事情呢 恐怕也未必会这么样的轻松 对吧 包括像德新社 在就一些报道呀 比如说中国欧盟的商会啊 双方的商会呢 对这个事情呢 都非常的欢迎鼓舞 那原因也很简单嘛 那么商务这个协定一旦签署了 无论是对中国在欧洲的商业的拓展 还是欧洲的中国的商业拓展 那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只是说在地缘政治啊 在这个国内的一些媒体啊 像我们前面已经说了一些媒体的报道呀 甚至是意识形态上面呢 可能还依旧会面临很多的阻力 这个谈判呢 也已经谈了七年的时间 我们知道RCEP的谈判呢 是谈了八年 最后签署了 对吧 那么中欧投资协定 如果一旦签署下来呢 它的意义和价值呢 也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个谈判 对于确保公平性的竞争环境 无论对中国的企业还是欧洲的企业呢 彼此双方其实都是非常的重要啊 当然了 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欧洲的一些啊 这个欧洲议会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人员呢 对华不友好的人士啊 看到这个情况呢 哎 马上说明要签协定了 而且这么重要的这个协定呢 好像不是很开心 对吧 然后就特别谈到了啊 这个美国拜登还没有上台 对吧 还没有这个过来啊 看看怎么样去来应对中国的竞争的挑战 你这个欧洲走这个时候 怎么可以去跟中国全协定呢 等等吧 也在媒体上进行放话 也谈了很多啊 我觉得呢 似乎呢 也是传达了一些 这个不爽的一个声音吧 甚至有些呢 都开始跳脚 对吧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想是一定会存在的 一定会存在的 但是呢 我的看法呢 是最终 无论这个国与国之间也好 国际关系也罢的 最终看实际的利益 如果说欧洲和美国什么携手啊 等等之类的 仅仅停留在口号层面 而无法解决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欧洲的难民问题啊 经济发展问题 各方面的问题的话 那么一个更加独立的欧洲 一个更加对吧 这个独立的这个思考 它的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欧洲呢 我想会出现 而且呢 欧洲在很多议题上 也并不和美国都保持一致啊 那么很多方面呢 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呢 对欧洲呢 这个是现实的 这样一个利益啊 很多国际政治是非常现实的 那么在这个现实利益面前呢 我相信呢 这个中欧之间在年底之前 取得这个谈判呢 是非常值得去期待的 我认为希望呢 也是比较大的啊 那么这件事情呢 我们拭目以待啊 持续的来观察 对于今天讨论的话题 观众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 分享 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